而109年災害防救演習 在下午則是遺失到國心裡的社區活動中心 現場徐正位親自主持 並且全程參與整個震災救援的使命演練 也肯定了消防局社區人員的演練過程 希望大家要不斷的熟悉救援的工作內容 當災害來臨時才可以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下午1點30分 縣府向各鄉正式發布災害警告簡訊 現場徐正位與中央評審委員受到捲訓時候 就立即趴下掩護並且穩坐桌子 做出最正確的震災避難動作 隨後走出國中心 又看到國心裡里長廖胡瑞 與多位里名主持 自衛編主進行震災初期制度活動 現場徐正位表示 花蓮是全國地震最頻繁的縣市 透過所有鄉親們一同來參與震災避難演練 需要在多重災害環境之下 每位相信孩子及所有避難弱勢族群 都能夠擁有最好的安全保障 設備再怎麼精良 再怎麼精良 如果沒有純熟的運用 那空有設備也沒有用 無用無之地 所以在這裡正位啊 還是要謝謝我們特艘隊 以及我們消防人員 不斷地訓練演練 那我也希望在有這麼這個 我們消防署這麼支持花蓮縣政府 我們消防局 無論硬體的設施設備 或者是送到國外來受訓 這些都給花蓮縣政府最好的 所以我們更希望我們整個演練都可以來周全 如果不夠的請我們的房庭委員還有帶隊官 真的這個給予最確實的指出 因為只有最確實的這個指出 我們的錯誤或不足 我們才能做得更精進 才能做得更好 既然許中尉要求 縣府團隊在執行救災的時候 也將務必將防疫工作納入考量 讓花蓮持續維持零確診 許中尉也並且強調 因為大家的家人都在花蓮 因此能夠保護自己所愛的家人 防災就是最值得的 其實縣府團隊每位夥伴 不必秉持著這份用心 將防災工作做好 以保障花蓮鄉親安全 記得終於環節不到